OK,目前所在的是熟悉的地方,厦门火车站 不是厦门北站,是厦门火车站 为什么呢?现在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边呢,会有个山场,在这地下室 现在要进去里面呢,买一些水果 曾经来过的地方 上次是住在隔壁这栋,东南亚 隔壁那栋是东南亚大饭店 可是今天来住宿的地方呢 是公寓型的住宿酒店 很便宜,一间房间不到一千块台币 真的,两张床就是没有早餐 那所有的都是用那个微信 跟那个联络的掌控的控管人员做联系 完就入住 它会告诉你一组密码,输入密码就请去 好啦,我们去商场买买吃的 买一些水果 这边的水果比台湾当地便宜很多 上来有店,手无敌下去没有 只好走下去 上次来的时候,这边有人在抽西烟 这次来,没有太胖了 这边都有文明的公告 今天这边有金鸡,金鸡奖的颁奖 在会长中心 听说有一些演艺人员会来 可是我没有来 OK,找个手堆车好了 那边过去都是 好大 走进来会迷雾啊 贵收毛财 走到这里面是卖水果的 走到这里面是卖水果的 一关九块九 哪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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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还有水什么的 水在那边 山楂瓣 大商场里面逛了一下 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这个柿子 这个灯柿,这么大一瓶 我都会要来试试看 三个呢 6.29元人民币 这个比较贵 这个 阳光玫瑰 就是那种白葡萄 非常甜的 二十六 二十二点六一元人民币 那这个是 心仪的义籍 这个很甜 这边呢 这一体 四点五四 人民币 这个淋水 这个比较便宜的 水晶鱼 三点一三 三点一三 那同时买了王老杰 好像不到十块人民币 两瓶水 这个水 坐在酒店啦 它的水在外面 我没有拿 它提供的是这种水 这种水 它提供的是这种水 那基本上呢 我就刚刚在商场买的 就是这些东西 总共好像花了五十几块人民币 在超市买的 灯丝 吃吃看 是要先吃这个 鸡 还是先吃这个呢 先吃这个好 甜鸡 看甜不甜 品尝给大家看 你看 这个在这边很多啊 价格并不高 看的都流口水 慢慢的剥 为什么萤幕调那么高呢 因为我的底下 穿得很不雅 现在在等洗衣服啊 看衣服洗好没 不能烘干 因为太晚了 这个酒店说十一点以后不准烘干 都把它亮亮 好啦剥好了 吃吃看 跟吃蜜一样甜 夭壽喔 够甜 明天如果时间够再去摆一点 太好吃了 这个灯饰 就类似我们那个软机啊 台湾灯 软獅子 獅子挑软的 甜 我刚才吃那个 蜜吉已经那么甜了 这个也甜 甜啊 那个甜度那么高 又吃这个 就没带那个 测量那个 甜度的东西啊 所以说也没办法 知道它到底甜度多少 把萤幕调下一点 好啦 难怪这边的四饼 都很好吃 它这皮不是很厚啊 原则上是可以吞啊 但是 不习惯 不习惯 它这个赤子 跟台湾那个煎鸡一样 会有那个脂 我忘了煎鸡齁 点了之后 点酱油之后就变暖 所以说这东西 就是 煎鸡 硬的时候是讲 煎鸡 软的时候变成 鸡 软 好 吃到一半 不给各位再继续看我们吃下去 好的 好的 以上影片是阿州这次到厦门去 每次到中国内地一定会去逛大型卖场 买点水果的情形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分享给你的亲友 那有你们的订阅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 我们下次影片见